他打电话约我 约去喝咖啡 然后去就送了一个小礼物给他 这个送给你 咖啡来我就加糖 搅咖啡 然后把他牛奶倒下去 当我正在倒牛奶的时候 他这样 你好浪漫哦 买单谢谢 你觉得太蜂蜜了 我觉得太恶心 太作作 倒个牛奶是什么浪漫的 因为受牛奶的浪漫 倒个牛奶是什么浪漫的 你们在跟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 他们会拿你们出去跟人家比较 比如说小朋友说 老师你的男朋友是九孔耶 那我们听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嘛 可是他觉得很丢脸 很丢脸 你说前面那个是吧 对 那我们就分手了 就是九分离那个 对了 类似 八分八合 类似类似 八分八合 我觉得一个人的长相 还有他的职业 注意影响你的女朋友对你的看法 我是很好奇 这个八分八合 你怎么会就是愿意承受这八分八合 你的心态是什么 等他回头呢 还是说你太爱他了 还是说他有什么 你没有办法割舍的一种感情 有些人很奇怪 他在感情的时候 你碰到这个女的就是对了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没有办法抗拒他 就是说我懂 了解了 你眼睛闭起来就是他 然后你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然后做的时候还不求回报 那讲不求回报实际是骗人的 当然也希望他回报一点 就玩丧子 都多多少少 你会很渴望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感情 不管说是一个拥抱也好 或者是一个谈天也好 或者是说 在一起 这样的老 那老是不容易啊 我觉得演艺圈真的 至少待久的人 都是好的 那事实上我 包括我看过的人 包括在场的几位嘛 你有多硬 你有多野 其实我们 我们最硬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话讲叫 叫铁汉柔情 越铁汉的 那个柔情起来是 就像我那天打开给小康 我打开小康 我疯掉了 说小康 你在干嘛 我要等一下去Costco买个卫生纸 你要去哪 我要去Costco买个卫生纸 为什么 因为卫生纸没有 然后那个洗碗巾 我觉得稍微少一点 所以我在家里买一个 因为那时候 Costco你不要打折 我说你等一下 好吧 那你去吧 我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习惯你一个 这么铁汉 这么may的男人 要去做这么娘的事 不是 你铁汉大便不擦屁股 你铁汉喜欢玩用铁干净的 所以我没讲什么 但是以前从来没听小康这样讲过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很 而且我身边很多男人 所以小康以前是不擦屁股的 什么话 哭着 求马子回来的举手 我有 我有做 我有干过这个 九总有 大家为什么都在看你 然后两个 我跟他握手就两个 不是啊 好啦 我跟你讲 真正诚实的男人是最酷的 对不对 其他三个人有为了感情 是哭过的 好暖 不是啊 哭着球马子回来 我有哭 我有哭 可是我没有球 我也没有球 我有哭啊 你干嘛握手啊 你们内心有球啊 只是我表达出来而已 你们没有表达 不是 你是浮沙啊 内心球你也知道啊 我看到了 应该是这样子 你既然不想他要回来 你何必哭呢 对 对不对 这重点很重要啊 你不想他回来 那你哭是喜极吗 不是啊 我们说刚刚那个心态 所以我们都算是 不好意思 我讲得不够清楚了 你要清楚一点 就是 哭的 你回来吧 我真的很爱你 你一定要离开我 对 这样子 对 真的没有 就类似了吧 你讲得比较man吧 你有吗 也像撇住 回来吧 我还是爱你的 一样嘛 这跟我一样 不是一样 所以就是那个八分八合理 很久的往事 大家年轻嘛 少不经事 你看不常哭的 你看中间那一位 他如果真的 这辈子哭一次的话 那马子永远记得他 不管马子也好 不管他永远记得 可是他就是摔在那个不哭 对 可是问题 他曾经只要为了某一个女人 哭过一次 我跟你讲 你有女人就死掉了 他意义不同 你知道 他意义不同的 在你们这个 惨淡的生涯之后九口 惨淡 惨淡 为什么要讲我呢 你有被女人倒追过吗 不可能吧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这样啊 你怎么这样啊 严厉哥今天真快 你不是话很少的人吗 刚才那个 倒追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每个女生 他都有他欣赏的男生 对 其实那个嗜好 对我们从长下来 对我们嗜好 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你有被倒追过吗 倒追的定义看是怎样 我觉得嗜好 就是像你嗜好 嗜好其实是有的 嗜好想要当你女朋友 有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女孩子怎么跟你嗜好呢 你说最近吗 以前 最近 以前啦 以前那学生时候当然就是 你好帅 你长得好像蚊子 你真是空军的榜样 你飞给我看 对 你吸我的血 那请问一下 我想说最近啦 比如说最近 因为我们工作比较顺当 然后加上就是说好一点 生活状况上有改善 那你所接触的周遭的朋友来讲 其实他会给你一些示好 那其实说 像以前我们要追人家 其实要很难的 非常难的 人家留个电话给你都很难 只要是一个良家妇女啊 一个一个 涵养不错的女生 她留电话给你的 几率基本上是零 那我常常被人家骗就是 我很诚恳说 你可不可以留电话给我 她真的留给我了 但永远电话不是真的 这很伤人耶 对 那一次 两次 三次 到第五次的时候我受不了了 我还是问的时候呢 她告诉我 那我就当场打 假的 一片 从小到大还是有 还是有 最近 最近 她没断过 对啦 还好 最近还是有 一直有 韦哥出动 而且最重要的是 听说了 试过的都说赞 真的 她真的是 她没有办法做客面 她一定要做口碑的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在她以前的一个店 以前那个 巴德路那边那叫什么店 阿龙哥那边 萊巴哥哥 萊巴哥哥 我那时候在她那家店呢 就是 我常常去玩 礼拜五一定去报到 就有一天呢 就认识一个妹妹 那妹妹照什么名字我还记得 她永远都是一个人 然后呢 只要我在 她会找我一个人 我都是跟小郭顺子嘛 可是她们总会有我一个人的时候 她永远在我一个人的时候 过来跟我聊两句 就是 欸 你们今天不用录影啦 你跟小郭来 之类的这样 然后以前常常 在电影办演唱会 她就问我一些有的没有 有一天呢 我要走 我就走到门口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门口 我拦一下 她说你要走了 我说对啊 她说可是我没有你电话 我说啊 哇塞 那你要我抄给你知道 对啊 我抄给她 差不多隔两天 我在上班 她打算约我 约去喝咖啡 然后去就送了一个小礼物 这个送给你 我说干嘛 我那时候想法就是 就是影迷那种之类那种 一直就很喜欢看你演戏 像小东西这样 然后接着我们就点两杯咖啡 就来了对不对 然后咖啡来 我就开始 我就加糖 搅咖啡 然后把牛奶倒下去 当我真的倒牛奶的时候 她这样 你好浪漫喔 买单 谢谢 我走 你觉得太蜂蜜了 我觉得太 太恶心 太作作 倒个牛奶是什么浪漫的 就很奇怪嘛 是啊 人家也没有错啊 我没有办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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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追我 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你可以表示 是好可以 表示好感 那要不要追 要不要追你 我觉得我是这样 我觉得我是 我是野兽 你不可以喂我食物 你喂我食物 我一定不吃 再饿我都不吃 我要自己去 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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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康也真的令人羡慕 小康都是有头有脸 然后身材 脸蛋穿着都是 对啊 奇怪 怎么会喜欢你这种大头鬼呢 我们五个里面 小康跟孙蓬就是属于那种 女人都会很喜欢 我还好 我还好 他比较厉害 你看起来就是坏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误解说 女人认为的那个坏 是什么坏 其实它带有一点情感的挑逗的 性的色彩的那一种坏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 所以九孔的问题就是不够坏 他不但不够坏 而且他坏就坏得长得像蚊子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我最近 变了 只要不要扮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我还蛮帅气 你其实有你的型 也有你的帅气 真的 你不要老是穿一任前期的衣服 你穿自己的嘛 才有自己的味道 就帅了嘛 他永远都这样 所以永远到那个地方 像刚刚小康会称赞说 鞋子好漂亮 只有我看到他的衣服 我永远不称赞他 因为只要好看的 一定是去对面任天琴家干嘛 现在当初 当初没自己 对啦 我说实在 九孔 你应该是 一个男人要有自己 自己的味道 穿衣的一个逻辑 就是你不能老穿别人衣服 因为永远不是你 那我现在接什么 很贤旗 不要再送我衣服了 那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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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